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感的好好是不好 也就是说它直接影响疗效 所以这个手法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 我体会是这样 直针 快入 纹 准 横 直针 快入 纹 准 横 感觉适当 要认真 感觉适当 要认真 这是一句 感觉适当 要认真 第三句呢 真刺 浅身 灵活用 真刺 浅身 灵活用 第四句呀 仔细观察 访运针 你用针治病的时候啊 这四点注意了就行了 那我再念一遍 直针 快入 纹 准 横 感觉适当 要认真 感觉适当 要认真 真刺 浅身 灵活用 仔细观察 访运针 这么四句 我先把这四句解释一下 直针 这个针就带回你呀 第一个要练的就是 拿针的时候啊 这个针的是直的 因为好多的人呢 一开始这个针呢 拿不直 一拿就是完的 因为他用劲啊 不止这个劲啊 哪个 哪个手指头用这个劲啊 用的合适 他不明白 所以这要练 练你一拿起针来 你都想起 这针呢 得直啊 你要不直啊 你扎的话 扎穴位 他就扎不准了 你弯着你嘛 是吧 一到肉里头 那更拐弯了 这不行 必须得直 你真直的话 都随心所有了 你往这个左边扎 大家上左边去 往右边扎 大家往上去 往上扎 就往上去 往下扎 往下去 这个非常听话 如果针不直的话 你到肉里的话 只要有一点阻力 针就拐弯 一拐弯 就不是那个穴位了 所以这个 拿针的时候 一定要直 叫直针 要直针 我问老师 杨家三老师 他拿针呢 他那个 还非常特殊 他是这么进针 这一战 这非常直 拿的 非常直 我们呢 这个 按传统的 吃针法 你看这个 三个手指头 拿这个针 拇指在一面 这个十指 中指在一面 这样 这样拿这个针 这叫刺手 这叫刺手 就是你要 要拿这个针呢 往修里头扎了 这个手 叫刺手 刺手 直针 快入 是什么意思呢 这也是啊 初学针灸的话 一个 关键 用怕扎不进去呀 这就害怕呀 越害怕 它扎得越慢 越慢 病人越疼 越疼越不愿意 让你扎 这个 我已经修完了 快入 赵准修 进去了 病人还没喊疼呢 针已经进去了 他也喊疼了 针早进去了 喊什么 是不是 是这快 快呀 你还得准呢 真扎得需要一声 有时候快倒是快 三等针放 也一扎 扎 扎自己 哎呀 有这种情况 这是快就不对了 是不是 快入呢 因为啊 为什么 没夹到穴位上呢 这是压手没用对 所以啊 引这个 我要引出这个 辅助的这个手 这个手啊 叫压手 这个压手干什么呢 你用食指 或者用你的拇指 在这个穴位的旁边啊 把它按得非常磁石 然后你这个刺手 你拿这个针呢 就贴这个拇指 这个指尖啊 然后 往下按 这个针尖正好在穴位上 往下一按 就是 压手和刺手呢 互相配合 这样的非常好了 非常好了 又准确 又不是砸自己的手 是吧 这些快入啊 是这个 刺手和压手 互相配合 这样比较好 蚊 准 痕 这三个字啊 你看这个蚊呢 是说我们处理病人的时候 因为有些病人来着 他很急 抬着来着 哇哇 致寒 或者根本呢 这都不会说话 很危重的病人 啊 你不要 你看他病太重 这心的心 先没底了 先发黄了 这拿针也哆嗦了 盘子也 也 也 也不知放哪了 消毒也忘了 这不行 说稳呢 你得看着多么重的病人 我们也不能啊 手忙脚乱 那么你看这不是个事儿的这个病呢 你也不要不忘心里去 是不是 你看 什么病人都要有 严肃认真 也就是这个 这闻 不能黄手 黄脚乱脚 也不能呢 大大脸脸 这叫稳 这是病人啊 这是这个大夫啊 处理病人 最应该这个 有的这个 品德 因为你要黄手 黄脚 大大脸脸啊 病人首先就不信人 他是好好给我看病啊 千百花了吧 他会看吗 病人会产生这个顾虑 所以啊 追稳呢 非常重要 准呢 当然就是 一个是 你诊断要准 什么病 你心里很清楚 最准 再一个呢 你取的穴位 要准 第三个 你穴位也取准了 你这个针的 这个针的这个针腱上 一定要在穴位上 你扎进去了 这个三个准 诊断准 穴位准 扎地准 这个是准子 狠的 就是给自己打气了 这病人来了 恨病啊 我这一针下去 把那个病 我都把他扎没了 是不是 这个狠劲得有 下手一定不容情啊 下去 该怎么治怎么治 你甭管那个 有的这个病人 他很 很怕针 还没扎针 疼疼疼 疼什么呀 还没扎针 你疼什么呀 又扎进去 哎呀 不行了 不行了 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哎呀 你甭管他这个 你该怎么治怎么治 这样才能够把他 那个颈脉啊 把他真正的疏通了 啊 那一听他呢 那行了 该扎五分 哎 两分算了 起了吗 那不是 筐套的吗 是不是 哎 是这个 文尊狠哪 就这意思 啊 就这意思 那么感觉适当 要认真 这句话呢 这个是大夫一个积累经验的过程 就是真感 到底要多大的真感 能治他这个病 每个人每个人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所以积累经验 敏感的人 可能你真啊 稍微的 稍微的那个 上学位的 他一放啊 他可能就管事了 哎 那么那迟钝的人呢 你可能扎半天呢 哎呀 怎么还没真感呢 是不是 按照想让他真感呢 怎么才能让他出来呀 这个是个积累经验的过程 另外 就是不同的病 对 哪些病 要多大的真感 哪些病 要多大真感 这个都得积累 所以一个 要是要认真呢 这个就是认真总结 这个 医疗经验 感觉适当 要认真 那么 真次 浅身 灵活用 这看这个病的部位了 我们说病位 病性吗 你看 特别的这个头 这个病是在面上 你看这不都是 就一层皮底 这是骨头啊 这就得扎得浅点 是不是啊 你扎深了就得平刺 头上就扎不深了 这都得浅 你要臀部 腰部 大腿 那你就扎深一点呢 才能够感觉好啊 你要是背部 那就得浅测 你背部扎深了 扎气胸啊 那胸部也得浅测 真次浅呢 深呢 这要灵活掌握 啊 灵活掌握 不同的人 不同的病 不同病的部位 这都要掌握好 深度 深了也不行 浅了也不行 就得合适 这个得总结经验 真次浅深呢 灵活用 也得总结经验 仔细观察 仿运针 运针呢 在临床是常见的 什么症状呢 你扎着针呢 问他 感觉怎么样啊 啊 挺疼的 这回呢 啊 有点酸 有点脏 说说 这回呢 不说话了 啊 怎么样啊 不说话了 你就看看他 哎呀 这个人眼睛发指热 脸色蜡黄啊 这就是 真了 没法说话了 为什么呢 希望一亮 原来心在这 现在心在 散个眼跳呢 那一看眼睛 蜡黄 眼睛发指 面色蜡黄 啊 再一看 大汗主也出来了 啊 这运针了 你别再问他了 你别扎 赶紧起针 躺下 啊 给他点热水喝 或是你看着他都 呃 甚至都 都不清楚了 哎 更不是说 对达了 你赶紧扎 认终啊 嗯 扎 一年转 预针呢 是针刺过程当中 这个患者呀 一个性的脑缺氧 哎 恶心啊 吐啊 想吐 他不是真吐 恶心 想吐 头晕眼花 看东西 看着 哎 怎么看着人家只晃啊 啊 头晕了 恶心了 不能对话 人家观察这个 首先观察他这个 语言 对答 还对答 行不行 然后呢 观察面色 变没有 那层光泽没有了 是变尾黄了 啊 看啊 流大汗了没有 那个运针那个汗呢 大汗 一滴一滴的那个 看你出来 严重点 扎沾的 方向就倒那了 这运针 所以你要运呢 发生运针的话呀 对这个周围病人 影响很不好 哎呀 他没扎过针就 回来待会 一样给人扎死了 是不是 哎 我看一样 看一样 看得到那呢 当然你这么一宣传 你谁还找你看病呢 是不是 是啊 所以啊 仔细观察 针过程当中呢 要注意一些这个细节 最好啊 避运针 避运针 仔细观察 防运针 这个针词要点呢 还有这么 六句话 下面还有六句啊 我把它念一下 一幻意念 同隐气 真达并锁 得孝真 三天之气 五指发 练功不止 元气家 天人和异同宇宙 去兵延连 如手拿 先帮我把它解释一下 一幻意念 同隐气 这个意念呢 就是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你的想法 就叫意念 那么一的意念 和幻的意念 这个相同 你还别说吧 咱们举例子啊 他胃不好 胃疼 咱们 咱个竹三里 竹三里的小腿啊 你告诉这个病人 你说这针扎一下 会有什么 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呢 这个感觉呀 他会走 偷偷偷往上走 一直走到你胃哪儿去 你告诉他 这个是个信号 那病人呢 记住了 什么感觉 然后这个感觉往上走 一直到胃 他有这个概念 然后我们操作的这个人 你也要想这个事 一阵下去 我让他往上走 走到哪儿 走到胃 我是让胃热呀 还是往上发凉啊 还是消除他那个胀啊 还是指他那个疼啊 这个大家沟通好了 这样就特别的快 遗患意念 同隐气 这隐气啊 就是引这个经气 引这个经气啊 让他在颈脉里头走 为什么 让他走呢 走就是颈脉通了 颈脉一通呢 这个病就没了 是这个意思 和遗患的意念呢 同隐气 重点是这个同字 和遗和患 这样呢 就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一患意念 同隐气 这样疗效 好 真大病锁 得效真 这个意念呢 要引到哪儿呢 叫病锁 我们人们来了吗 主宿意不这项吗 你哪里不舒服啊 他告诉你了 那么你这个真的感觉呢 要一直达到 他这个有病的那个部位 这个真大病锁啊 有两个概念 一个是真正 你扎下这个血液以后 他有一种 这个真感 真刺感应 一直突突突走 走到病锁那个地方去 这叫真大病锁 另一种呢 是你这个真扎一几后啊 那有病的那个马上就减轻 这两个现象都叫真大病锁 那么怎么来检验 得效真 真正是建筑效果了 病人很高兴 哎呀 这一针下去我去了一半病 这就得效真 是真大病锁 得效真 这句话呀 有两个概念 一个是真的真感 达到有病的那 一个是呢 随着没到真感 那病去了 都叫真大病锁 那么第三句呢 是担天执弃 五指发 第四句是练功不止 元气佳 你说要达到这么个目的 这个原动力从哪里来呀 针灸医生的元气 从丹田发 丹田的肚脐以下呀 就是管缘这个位置啊 肚脐以下 小腹部啊 这人的元气呀 我过去说个 你看看人元气都不都 你刚刚那小肚子有没有弹性 没有弹性 应该 扑持下去了 元气不行 肯定没有气 没有景气神 是不是 挺硬 弹性很好 治元气就足 这个元气 是人体的根本之气 人的景气神就靠元气 那我们治病的也靠元气 这个元气既然在那小腹存着 但是我们扎针呢 要通过针尖 到病人 血位里面去 所以啊 我们针灸大夫的元气 从小腹 一直到中脚上脚 一直到上肢 一直到手 一直到五指 运到五指 然后 进去了 我们的气就灌到病人的身体里面去 就是单天之气从五指发出去 五指呢 是握针了 实际是从过针尖进入病人的体内 你老这么扎 老这么扎 那得消耗体积 也消耗你的元气 是不是 那人们的累坏了吗 累不坏 练功不止元气家 你这儿想好 怎么来能够把它 补充上呢 你得练功 所以我有个功法呀 大燕气功啊 这功法可以补元气 因为啥呢 这功法是采天地之精气 存入我们的单天 你看 天有多大 地有多大 这个精气 存到我们人体 人体才多渺小 是吧 天地这个气 都存上人体 起之不尽 用之不尽 这元气它可以加 不但是用不完 而且还以不断的 增加人体的元气 那么景气是 越来越足嘛 是不是 练功不止 这四个字很重要 你说讲给你功法呢 也不练 这个练功讲是 一日练是一日功 一日不练十日松 你每天练 每天练 每天都有长进 你说今天 我有点 挖一动 我不练了 你这一步练呢 十天功 都白练了 退回去了 不要 就练功不止 才能元气加 元气加了 才能够 单天之气 无止法 单天之气 无止法了 才能够很快 得到真感 才能够使病人 很快的 得到痊愈 就这么个过程 一会儿啊 我把这个 练功五指啊 我把它演示一遍 怎么练功 这功法非常好啊 那科学家们 练了这功以后 哎呀 他太高兴了 这是给我们知识分子练的功 有啥呢 很简单 休息几分钟 都是练一遍 练一遍 马上精神恢复了 那工作效率高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个功啊 他就要练 要练 那么下面 下面 天人合一 同宇宙 气病连连 入手拿 这个谈到保健问题了 因为真就是 仿治疾病嘛 仿病就是保健呢 那么你练功 为什么要练功 因为人呢 和天呢 这个是统一的整体 这个 这个 天地是大宇宙吗 人身小宇宙吗 是不是 哎 那么人呢 跟天呢 那个地呀 哎 他都是统一的 哎 气候变了 冷了 人都知道 得穿着 都穿衣服了 是不是 太热了 人就得 哎 扇扇扇子 凉快凉快 这不统一的吗 是吧 下雨呢 得打个雨伞 才能不开交 这不统一的吗 是不是 哎 所以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 天有不色风云 人有在 以获福 是吧 天他也喜怒无常 人也喜怒无常的时候 哎 他都是 互相影响 今天阴天了 哎 没有太阳 心情很牙抑 不高兴 明天阳光明媚 哎 青天埋云 心情很舒畅 很愉快 这不天人合一吗 哎 天人合一 同宇宙 因为大家都在一个宇宙里边呢 来生活 你看 外的花 开的很漂亮 看看 很美滋滋的 是不是 因为花给你美丽了 哎 你夸他两句 花还只要脑袋 他懂 花懂人话 哎 哎 所以这个呀 这叫天人合一 哎 天人合一 气病连绵入手拿 如果我们懂的这个道理 你平常注意养生啊 你注意练功啊 是吧 生活企机啊 哎 要有个平常心来对待一切啊 这样呢 你不会有病的 而且你呢 会 很好的健康承受 只要手拿东西那么简单 但是你得去做 你不做呀 光是空想不行 意思就这样 好吧 我们真次要点就这样啊 真次要你看我在背一边啊 首先 知真快入 闻准狠 感觉适当 要认真 这是经验积累过程 省压病 多大感觉 是不是 真次浅身 灵活用 这你看那个高矮胖瘦啊 你自己得灵活了 是吧 灵活掌握 仔细观察 防运针 不要运针 然后呢 今天说的 一患的意念 同隐气 真大病 所得笑真 怎么才能达成目的呢 单偏之气 无止发 炼功不止 元气家 天人和一同宇宙 气病延绵 如手拿 好吧 这是真次要点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